各位小七车观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来到恒春机场 为大家试驾是全新2系列 G42世代的全新车款 说到BMW最富盛名的 当然是它的这种两门的小跑车 BMW一向也是以运动性能 著称的豪华品牌 说到BMW的运动性能最强的车种 当然要从1966年上市的02车系开始说起 02车系的2002 Turbo 是奠定了大家这种印象 非常重要的一款车子 双门短轴距高性能 强烈的操控性能 是现在目前给很多人 BMW车子的第一的印象 那原来BMW入门的车系 算是三系列 BMW三系列从进入这个世纪开始 其实已经被一系列所取代掉了 但是一系列随着BMW车型的越来越丰富 BMW把二系列独立出来 取代了187和188的一系列双门车型 那二系列代表的是个性化的车款 当然在一系列的时候 BMW其实有推出一款车 叫做EM EM是我个人觉得 最能代表传承了 E30 M3精神的车款 短轴距双门 很强的性能 操控性非常的棒 那随着车系列越来越丰富呢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二系列除了传统的双门 Coupé之外 也衍生出了四门Coupé 那我们被这一次试驾的是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的全新的代号G42 的二系列的Coupé 那这个G42的世代其实个人非常期待 因为个人认为呢 这个是最能传承BMW精神的一部双门小跑车 好 这一代的G42新在哪里呢 首先它当然是上一代的F22世代的计刃车 算是第二个世代的BNW 二系列的Coupé车型 我们今天试驾这款车M240i 它就是采用新世代的Twin Power的引擎 那3.0升涡轮增压的设计 较上一代的340匹呢 增进到了374匹的最大马力 同时驱动系统也从原来的后轮驱动呢 变成了XDrive四轮驱动的装置 车身的外形方面当然是全新的设计 我们看到融入了很多BNW新世代的造型 那首先车头 它当然它的水箱护照 它是采用类似8系列 比较扁平的设计 和我们之前不久试驾的4系列呢 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别的点 车门把跟4系列一样 回归到了BNW传统平贴式的设计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从E30M3 大家认为注册商标的可乐屏的造型 在这一代还是有 车头引擎盖上面 它有一个叫做PowerZone 的一个平原式的造型 后段的部分呢 除了说尾窗 有BNW 很传统的这个勾画的曲线之外呢 在尾箱和M3的SCL 一样的小压尾 在这个M24灵埃上面 也是可以看得到 那当然在造型方面呢 车头三块板件是铝合金的 包含引擎盖 前两个叶子板 这都是铝合金的设计 但除了外形的特征之外呢 BNW最著名的短前旋 长轴距 这样的造型的规念呢 这一代车型是传承下来的 那在几个比较细小的地方 比如水箱护罩方面呢 它有一个突破 就是它把原来的直扎造型呢 变成了水波纹的造型 同时它有自动隔扎的装置 那在车载系统方面呢 iDrive则是升级到了7.0的系统 那语音助理的话是2.0的系统 和以往都是不太一样的 那虚拟座舱的仪表部分呢 12.3寸的全虚拟仪表 以及10.25寸的车载系统 这一些呢 都是车上现在的标配 那空调方面 则和四系列一样 从原来的双区 升级到了三区的恒温空调 那当然也有一些小的改变 比如说HUD的投影面积 增加了75% 至于车体的这个底盘啦 还有这个结构方面的话 最重要的增长是 刚性较上一代F22世代呢 增强了12% 好 关于车型编程方面 这一次上市的 全新G42的二系列Coupe 总共有三个不一样的车型编程 基础的车型编程是220M Sport 那报价是199万 那进阶的车型呢 是我们今天试驾的 M240i X-Drive的车型呢 它的报价是289万 但上市期间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车型 就是220i的M Sport 首发版的车型 这个车型呢是206万 但是仅限于上市期间 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外观 外观呢 它搭载新时代的BMW的造型 那当然我们前面新在哪里 有说明过 BMW现在新的造型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水箱护照 上一支我们试驾 四系列的影片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于 这么大的水箱护照 都有非常多的看法 但是老实说 这一次我试驾到M240i 这个新的水箱护照 我又觉得说 看起来好像又更协调了一点 因为四系列它是上下涨 但是呢 这个二系列呢 它是左右涨 虽然一样都很大 但是看起来 这个比较有跑车的动感 也比较协调一点 那这个水箱护照 当然是视觉上的焦点 这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就是以往双胜型里面 它会采用直列的格栅的设计 但是这一次全新的二系列呢 它变成了有一点曲线的设计 而且它还搭配着钢琴烤漆 或者是镀镍色泽的处理 所以看起来的话是相当别致的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它有自动格栅的装置 所以我们看到呢 像现在静止的时候呢 它是关起来的 但是车辆在行径当中 如果引擎温度够的时候呢 它是会自动打开来散热的 这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车头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革新 是什么呢 就是以往 我们在BMW的车头的印象里面 都传统觉得说 应该要四元灯 但是你看到二系列现在没有了 二系列现在就是做成 一般车子常见的 这种整合式的头灯 已经和以往的四元灯 或者是四灯的印象 已经打破掉了 我觉得这也是造型上相当突破的一点 那再下来 头灯下面它采用的是三角形的造型 来把整个车头左右拉的稍微宽一点 那看起来也比较霸气 那里面也是采用复合材质 包含钢琴烤漆或者是镀镍的色泽 来做不一样的堆叠 那再来看车侧 车侧引擎盖是一个造型的特点 这早期像是1460M3 它是为了装置更大的引擎 所以它引擎盖设计不一样 但是呢 90M3这个变成了 BMW的M车系的一项 非常重要的特征 那再来铝圈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选 不一样的铝圈啦 有很多的造型 那基本上是跟车身都非常搭的 那叶子板上也有一个M的logo 好在后照镜上 它采用的是双热型的设计 特别是在靠近A柱的地方 它做了一个比较 有张力的造型出来 那在M240i的车型上面 它采用的是比较平光的 金属的涂装的处理 这也和一般的220i呢 有一些不一样的识别 窗框部分采用的是 黑色的钢琴烤漆 下面的裙摆呢 也采用的是同样的材质来做处理 那裙摆的话 跟车身的线条是融为一体的 稍微外张了一些哦 那搭配前面的爆龟 以及后面的爆龟 营造它运动化的风格 打开车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哦 无窗框的设计 这也是BMW长久以来双门车的传统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哦 特别是开门的时候 玻璃自动下降一公分 来减少我们关门时候 这个里面的风压 好我们看到车尾的部分哦 车尾的部分它是 三箱Coupe双门的造型 编动了非常经典的一个 元素的设计 那车尾灯呢 是全新的设计 它采用了 这中间翘起来一点点的 光带式的处理 但是和以往的BMW 的确是相当不同 那车尾也做得比较简洁 看起来是稍微空了一点哦 但是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说不出哪里怪 但是看久之后 你又觉得说 好像也还不赖 那我们来看到车尾的部分 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压尾 那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压尾的话 它本身的板件也是有做了一些 像M3 CLS一样的这个收尾的设计 好那在下半部的部分 下半部的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钢琴烤漆 搭配前保还有侧裙 一路延伸到后面 让车子的造型有一些分割的感觉 那当然中间也有现在很流行的Diffuser的设计 M240i的话它采用的是双出扁状的排气的尾式管 好的这造型上的不同 那当然造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识别 就是现在新的这个G42的世代呢 M240i呢变成了X-Drive 所以是四轮传动的 这开起来感觉和以往的后船不太一样 那行李箱打开标准容积有390公升 但相较于主要竞争对手是CLA CLA的话有460公升 但是如果双人出游 甚至四人出游份的行李呢 应该是够放的 内装部分呢 一如B&W新世代的感觉 无论你是三系列四系列 做件的感觉都非常的像 那当然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 其实是虚拟的座舱 比如说这12.3寸的数位的仪标板 和10.25寸的整个车载系统 iDrive 7.0的系统 还有整个排档箱的部分 其实设计和B&W其他车都一样的 那以往呢在早期的时候 我个人都会觉得 你买B&W的时候 它的内装质感好像没有像冰适来 怎么样的好 但现在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区分越来越少 但是呢两者之间的这个特征 也差异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B&W它还是很坚持它的传统 驾驶人导向 还有实用性 这两点是它的坚持 但是冰适呢就从一越往豪华珍贵 现在转向变成了很强调科技感 所以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一台车 这一台车定位是B&W最小的个性化的跑车 那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是它保留了很多实体的按键 不像很多品牌 它现在变成很多虚拟的按键 那虚拟的按键呢其实虽然很炫 但是用起来不太习惯 虽然已经出那么多年了 但是个人还是不太习惯 你觉得呢 那在整个车内的设计来看的话 二系列Coupé 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应该在门板上面 门板上面它跟着车头 那两侧的三角形的造型的饰板 你看到内装里面也是一样 那我觉得这一次有个突破就是 它从门把一路延伸到上面 采用皮革包覆 质感非常的棒 而且里面的饰板呢 那变成是M-Power的三原色的饰板 而且采用点状的处理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特征 那在仪标板的部分 当然和其他BMW都一样 界面也做得相当漂亮 那车载系统也是便利性都很棒 方向盘的话不是平靶的 但是呢握感非常的好 也有换挡拨片 车载系统部分iDrive 7.0 使用上非常的方便 灵敏度也非常高 那它的整个无线的Apple CarPlay 连结的效果也很好 而且呢它的原厂温馨导航等等用起来 感觉也都相当的棒 那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盖子打开之后 无线充电板 加上两个杯架 12V Type-A的插头都有 那后面是线传的排档杆 虽然是线传 但保留排档的设计 也比较符合 BMW它本身诉求的定位跟风格 那旁边是iDrive的旋钮 还有呢Auto Hall 还有这个电子手刹车 行车模式的控制 都在这部分 扶手打开之后呢 还有一个Type-C的插头 那容量呢也算大 那再来我们来看它的座椅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M240i呢 它标配的是M版的 这个跑车化的座椅 那其实造型上我觉得相当的棒 那整个包覆性当然也没话说 那全部都是电动的调整 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哦 就是腿拖的部分 还有一个地方哦 我觉得很棒的 就是安全带 你看安全带有特殊的 M-Power的花纹的设计 相当的棒 那驾驶座的话呢 有两组的记忆功能 那副驾驶座的话 就是只有电动调整 没有记忆功能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会载一个女生 不可能载第二个女生 所以不用记忆功能 好我现在坐在全新二系列的后座 这后座我要先讲一点 就是进出 我觉得有一点不错的是 这前面两张座椅呢 全先之后呢 它前进是电动的 那如果进来之后 椅背一往后倒呢 它会自动复位 就是它会自动回到原来设定的位置 这一点不错 那它的门也够大 所以进出 如果以两门车来讲 算是方便的 那第二个是 后面门饰板 我觉得设计有意思 那前面门饰板呢 尾部的时候有一个 类似点状三角形的压花的设计 一路延伸到后门的饰板 所以看起来是相当别致 但又不多花成本 这个设计感是加分的 那当然 后座还是要讲 后座坐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说这个二系列 其实是最传承了 以往BMW双门轿跑的精神 所以后座很小 这一代也是啦 你看这车长大概4米5左右的车子 那轴距当然也不是说非常短 但是呢 这个后座的空间确实是比较小 以我173公分来说的话 几乎已经顶到头了 而且椅背也是比较直的 那西部的空间呢 大概剩下一点点 那脚部的空间是有的 可以往前伸 基本上我觉得坐长途应该会有一点痛苦 但是呢 你想想看如果这是双人世界的话 这后座再在小孩应该是还蛮够用的 后座呢是双人座的设计 所以包覆感其实还蛮强的 那中间呢都不设计坐人了 那这里有一个放置东西的地方 但有一点好处是什么 虽然说后座不是重点 但是它横温还是三驱的 后座有出风口 还是可以独立的控温 那下面也有两个Type-C的插头 所以算是对后座成员的照顾性 也不错 那甚至呢后座还有中央扶手呢 而且这个杯架呢 也是有两个 我们现在开M240i上路 那这一台车呢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性能数据 它性能数据呢 搭载BMW最著名的16涡轮增压引擎 那这一区引擎呢 排气量2998cc 那最大马力从上一代的340p 已经大幅提升到了374p 那最大扭力也来到了51.0公斤米 就500牛顿米 那搭配的一样是 Steptronic的8速手自排系统 0到100 4.3秒 和上一代的M2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样开起来 哦真的像现在Sport模式 在山路的时候 哇刀切豆腐 为什么这个车开起来会这么好玩呢 因为刚前面有提到 这车是我认为说最接近经典元素的一款车子 小尺寸 短轴距 短前弦 然后配上很强劲的引擎 跟很精准的操控性 那当然这一台车上也配置了很多 我们以前在Mpower上面才会有的东西 比如说运动化的插速器 运动化的电子玄调 运动化的转向系统 当然还有它的动力 其实也提升了非常多 374P的动力 其实已经相当的大了 那再加上它有很多模式可以选择 像我们现在是Sport模式的话 它的引擎会非常灵敏 而且你的这个 Individual客制化的模式呢 你还可以选择非常多不一样的组合 包含它的引擎跟配速箱 都有Sport Plus的模式 可以设定在Individual的模式里面 所以呢整个开起来非常的畅快 再加上它的轴距很短 然后它的运动化的转向系统 非常的精准 搭配它的悬吊的几何的设计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你这一代的M240i 虽然不是M2 但是你开起来 已经有以前那种M2的感觉了 煞车精准 转向精准 然后呢整个车的稳定性 灵巧性非常的好 在山路上面 哇Sport模式非常的热血 但是呢我现在把它切回Comfort模式 因为车子不是每天在战斗 所以呢 在Comfort模式好不好开 我相信在大多数是在市区使用状况之下 Comfort模式真的太棒了 很多人都跟你说 试车要是Sport模式 运动性多好 但是我偏偏要跟你讲的是 它平常开起来有多好开 这个车在Comfort模式的时候 因为它有电子悬吊 所以它的整个行路性表现非常的好 即便上我们这一次试车 遇到了一些肯丁比较不好的路面 它整个吸收路面震动的能力 还有NVH都做得非常的棒 其实这个车好顺顺开 真的很好开 那要玩的时候也很好玩 它这个快挡波片 你在降挡长按 它就自动进入Sport模式 这是Comfort模式喔 它加速真的非常快 当然啦 有时候非常快可能电车更快 但是开B&W要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这种油车 特别是六缸的B&W 那种引擎转速到高转的时候 Double Vanos那种甜美的感觉 哇这个车是还蛮领域尽致的 以往是后驱的 那现在是XDrive就是四驱的 它这一套是算是智慧型的四驱系统 它的前后比例 甚至可以切到全部都是后驱 那像你需要甩尾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循机关掉 它一样是可以变成后驱 但这是非常非常极限 像我比方开车 即便是说山路 也不可能这样开 但是我想如果说 你是非常追求 极致驾驶乐趣的人的话 这会是其中一个差异 那当然啦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改成四驱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安定性提高非常多 我现在来讲一讲 什么样的人适合买这车 当然你要考虑双门的车子 那如果说你 还有这种对车的热情 这部车真的很适合你买 374匹 0到104.3秒 而且实测 会比这个低 就是这个数字绝对做得到的 不是那种特定条件下测出来的 那这个价钱有竞争力 289万 配备也很齐 所以我觉得竞争力是很强的 因为你看 这样的性能 这样的跑格 你说现在的M3那么贵 对不对 M3大概两倍的价钱 所以这个确实是 一般人努力一点 够得到 而且开起来真的也很畅快的车子 所以我觉得CP值是很高 我个人是还蛮推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试驾 M240i的心得 你喜欢这部车吗 你喜欢四魂传动的 BMW吗 下面有人告诉我 我是小旭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这个价钱 如果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 努力一点还够得到 它毕竟不是五六百万的M3 它只要大概一半的价钱的话 努力一点应该是可以啦